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过一个故事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非常善于演说 有不少年轻人慕名来向他求教 一天有位青年前来求教 那位青年自我介绍时 为了表现自己便高谈阔论 在苏格拉底面前大谈演说如何重要 苏格拉底等他说完后 向他索取了两倍的学费 青年不解询问原因 苏格拉底答道 因为我除了要教你讲话以外 还要教你如何闭嘴 诚然 人人都有一张嘴 能说话不代表会说话 说得多不代表说得对 很多时候口莫横飞 比不上事实的沉默 正如海明威说的那样 人用两年时间学会说话 却要用一辈子学会闭嘴 会说话是一种本事 懂得事实沉默 守口如瓶 是一种修养 也是人一生中最难的修行 很多人喜欢看朗读者 是因为懂情 节目中曾有这样一个片段 让人记忆深刻 徐静雷给人的印象 一直是冷静优雅的 但在朗读者上 当他读到 地上死了一个人 天上就又多了一颗星星的时候 却出人意料地泣不成声 原来他从小就跟着奶奶长大 对奶奶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奶奶去世那天起 她一时间失了魂 落了魄 好久好久才缓过来 时隔多年 当那句话唤起她对奶奶的回忆时 眼泪便顿时绝低 奔涌而出 作为主持人的董卿 倘若此时追问 深挖更多背后的故事 就可以增添更多的节目效果 但董卿没有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人人都有一些深藏内心的秘密 一些相对沉重的往事 不愿意他人得知 更不愿意被人 刨根问底 很多时候 同样一件事情 对一些人来说 或许已经云淡风轻 但对有些人而言 却依旧是 惊涛骇浪 若只顾满足自己的好奇欲 而去戳中他人的伤心处 揭开他人伤疤 是一份冷漠 也是一份残忍 诚如张爱玲说的那样 如果你了解我的过去 那你就会理解我的现在 生活本就不易 倘若没有经历过别人的苦 不了解别人背后生活的真相 那便要懂得管住嘴 不去追问 才是一种尊重他人的教养 保持一份事实的沉默 耐心的倾听 往往更有治愈伤口的疗效 古人讲 静坐成思己过 闲谈莫论是非 生活中总有些人 爱当面接人短处 让人难堪 背后爱说闲话 随意发表议论 还自我标榜为直率 殊不知 为何自己走到哪里 都不受待见 不被尊重 是因为没有人 愿意靠近一个臭嘴巴 老家有位好事的大妈 喜欢到处张罗好事 爱替别人操心 前不久 有位姑娘谈了恋爱 大妈听说以后 觉得对方男生配不上她 一会儿说那男生长相不好 一会儿说那男生不够机灵 一会儿说家庭条件 不够门当户对 后来那姑娘不堪其扰 出入像躲瘟神一样 躲着大妈 再也没有跟她说过话 感情的事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希望对方过得好 这本身不是坏事 但要忍住干涉 他人生活的手 管住自己随意评论的嘴 往往是更大的善意 王小波曾说 口莫非见 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 层次很低 这世界很大 从不缺发表意见的人 缺的是不随意评价 他人的善良和涵养 人前爱接短 人后说闲话 不仅失掉了人际交往中的 基本礼貌 还丢掉了自身的胸怀和素质 有修养的人 能以包容的胸襟看待世界 不把自己的主观想法强加于人 不用自己的唾沫 去丈量他人的生活 水深不语 人吻不言 知人不平人 是与人交往时的一份克制 一份自律 是真正的成熟 好的生活哲学 讲究一个分寸感 工作学习 当时十分力气 吃饭需吃七分饱 说话直到 要留三分余地 所谓 世事动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 及文章 说话留余地 讲分寸 并非圆滑事故 而是与人交往 理应尊重他人 顾及他人感受 让彼此舒服地处世智慧 一代大师张太炎 曾遇到了经济上的麻烦 迫不得已拉下脸面 请杜月生帮忙 杜月生一个人 亲自偷偷跑到苏州 一番无关痛痒的寒暄后 将一张钱票折好 压在茶碗底下 顾全了张太炎的面子 杜月生看到了张太炎的窘境 却在施以元首的时候 顾全了对方的面子 让对方没有施舍感 更舒服 也便更易得人心 看透是智慧 不说透是心胸 这一份恰到好处的分寸感 是人生阅历的体现 看破不说破的背后 既管住了自己的嘴 又善解人意 给对方留有一份体面的善良 文学大师朱自清 在《沉默》一文中说 你的画应该像黑夜的星星 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 谁稀罕那撤销的爆竹呢 深以为然 言不再多 吸言则贵 世界纷纷扰扰 喧哗万象 一份事实的沉默 更显得难能可贵 好了 今天和你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你在文末 为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各位晚安 好吗 哦 哦 �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